Rainbow Mandarin Studio第六场 三二一开始 下一个啦 老板您看一下这是我的简历 你没有工作经验啊 哦对我刚刚大学毕业 那Premiere Photoshop会用吗 Premiere Photoshop会用吗 那Excel Word精通吗 老板我只能说我会 不是精通 雅思考多少分呢 老板我没有考过雅思 那日语韩语西班牙语都会吗 都不会 那白酒能喝几斤 红酒能喝几瓶 啤酒能喝几箱 老板我对酒精过敏 行了行了行了回家 我们通知了 好的谢谢老板 老板 老板他什么都不会 就是个小白 我们要吗 你傻呀 我们是世界五百强公司 我们是世界五百强公司 Pineapple 怎么可能 哦 小白 小白的意思是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会 没有能力的人 比如说 我不会Python 所以可以说 我是一个Python的小白 在这个视频里 在这个视频里 老板还问了这个小白 你能喝多少酒 在中国 这也是一个文化 因为如果你在中国工作 常常会有商务的晚餐 在商务晚餐上 大家常常都会喝酒 如果你能喝比较多的酒 如果你能喝比较多的酒 那会让你的老板觉得很高兴 有面子 所以能喝多少酒 对于一个员工来说 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能力 好的 谢谢大家 记得哦 如果你要学习汉语 一定要来Rainbow Mallory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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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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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